来 双脚妈妈 你脸色这么好 心情不错啊 真的吗 没有吧 也许是天气好就了 双脚妈妈 昨晚怎么审的你老公啊 是不是用上满清十大酷刑了 我真佩服你啊 找个这么帅的老公 这年头啊 这女人都不放心 更好况有那么帅的一个男人啊 我告诉你啊 经济大权一定要抓在手上 这男人啊 一定要把他的经济来源给掐断了 他就不能和任何年轻小姑娘 去风花选月了呀 是吧 我想请大家一起喝咖啡今天下午 可以吗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 好啊 我就说嘛 咱们妈妈圈的 这应该多聚聚才是 对呀 你就让那个小小妈妈一起来啊 嗯 我马上就给她打电话 好好好 还有啊 我们都是女人 我们可以一起想办法 都是一个帐号里的呀 对不对 什么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是是 真是 走啊 走啊 回来了 老婆 啊 我给你带礼物了啊 哎呦 什么礼物啊 我告诉你啊 哎呦 现在我心里面呢 只有一个礼物 就是直接给我们小小一个保送四重点的名额 我就开心的了 哎呀 又说这个 小小不是已经有了二十分的加分了吗 那也不是一定的呀 我跟你说 现在一定的保送名额呢 只有隔壁人家双奖友好的吧 哎呀 你说说 人家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厉害了 好好好 天天说这个累不累呀 看这是什么 我特意买了半斤叉烧 今天晚上 我们两个 叉烧吃吃小酒 呵呵 然后我们两个浪漫浪漫 你呀 只懂得浪 那又卖了 再说了 浪漫这个事情那是要花钱的好吧 我们哪有资格搞什么浪漫呢 我们哪 哎 你怎么又乱花钱了 说好了每个月要攒两百块钱 把咱家好美妈妈 给小小上画画课的那个钱还上 要不心里不舒服的呀 啊 好好好 还 我们存钱啊 来 尝尝 哎呀 乖尝 吃 吃吧 嗯 哎呦 哎呦 我不吃啊 你吃嘛 你吃你吃啊 我是特意买回来考虑你的嘛 老婆最辛苦啊 哎呦 你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啊 哎呀 我干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啊 是 我打麻将又没输钱 哎呀又去打麻将了 哎 打麻将的时候 是不是遇到女麻友了 哎 什么女麻友啊 清一色大老爷们 哎 哎 你今天怎么这么一神一鬼的 我哪一神一鬼了 都是你们男人不好啊 哎 你说说 隔壁说双脚妈妈 漂亮吧 要气质吧 老公照样在外面哗叉叉哎 哎呀 反正就是你们男人不好 你们男人就没个好东西 真是 好心到处了鱼干肺了你 好好好 这不是买给你吃的啊 是买给我自己解馋的好不好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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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慢一点呀 哎呦 慢点慢点啊 怎么样 哎呦 我去给你倒水啊 我去给你倒水 等着啊 慢点 哎呦 要你慢一点 哎呦 要你慢一点的吗 这么不小心 哎 骗你呢 我讨厌啊 哪那么金贵呀 你没事了 没事 哎 老婆辛苦 我帮你洗衣服啊 你这个嘴啊 比蜜都甜 你什么时候帮我洗过衣服啊 好 那我帮你洗了 要不 我帮你安安倍吧 讨厌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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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来来来 怎么这么讨厌啊 我帮娘啊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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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喲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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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八婆那有什么正经事啊 不法不法不法 我给你啊 哎呀 这个心里苦啊老婆 讨厌了 讨厌了 讨厌你啊 讨厌你 讨厌你 讨厌 讨厌妈妈 小小妈妈一直不接电话 我猜她也不一定想来 上回的事说不定心里还别扭呢 可是我希望大家都来啊 没事我去找她吧 哎呀 可是她从来不喜欢 没人去她家里的 为什么 早点 早点啊 又烂又破又研究 唐阳臭竹门子什么都有的 听说你们是邻居啊 是的 这 我跟你讲啊 她们一家人住进去健康 女儿也不是绝二哥亲生的 哦 你说什么那个房子还好 哎呦呦呦 但是你不知道的 不好意思啊 我就住在她家隔壁 她家的事情我都知道的了 不用你说哦 哎呀 你快快点快点 我到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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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啊 嘘 假装家里没人啊 哎呀 快点快点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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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这早不来晚不来 你偏偏这个时候来 你个啥意思 哎 来了 哎 哎 晓晓妈妈 我我请大家伙喝咖啡 你一起来吧 哦 好的好的 我睡午觉嘞 哎 哎 我把桑酒来啊 你在楼下等我一下啊 我去看两个女人打架了 早点回来 自动了 晚上回来呢 再跟你一起蒸人肉叉烧 拜拜 这位女人 八卦的都是男人 没想到八卦起来 连男人都不要了 哎呀 死了 双脚妈妈 你是不是想让我们 跟你讨论一下 你老公的事啊 也是 其实也不是 干嘛吞吞吐吐的呀 我们都知道了呀 是不是昨天晚上 他给你讨饶了 这男人呀 尤其是长得帅的男人 他也可贵哄女人了 把家花哄好 然后再出去采野花去 哎呦 男人的话 不能信的 他会骗你的 双脚妈妈 要是他昨天晚上 给你认错了 你就算了 好吧 我不做女人的 要大气 大气 大气的 小脚妈妈 你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就不相信了 如果是你家二哥出去 搞这么当事的话 你难道就装瞎子 装笼子 这 双脚妈妈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的 你首先呢 就是要让双脚的爸爸 把这件事情都说清楚 完了呢 你要总结你的经验跟教训 最关键的一点 就是要把经济大权 掌握在手里 这个经济基础 决定上层建筑嘛 对吧 对对对 这经济来源很重要的 把他的经济来源给掐断了 看他在外面还怎么搞你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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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误会了 昨天你看见的那个人 在车上看见的那个人 那是他的女同事 我不是想说这件事情 我是想说 好了好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都在下起劲了 是不是 双脚妈妈 你太搞笑了 你把我们这些人都叫过来 就编出这么一段故事 然后就为了澄清事实喽 我们可把你真心当朋友 你不能这个样子呀 其实这种善意的谎言 这种谎言谁都说过吧 这个谎言呢 大家听出来了 就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越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就越想赢吧 一来二去的 就变成了流言蜚语 好美 妈妈 这样的谎言你也说过吧 双脚妈妈 你什么意思呀你 什么善意的 什么真相了 什么流言了 你的意思是说我说谎了 我什么时候说谎了 我绝对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希望大家 能够坦诚相待 我觉得 云董妈妈说的有道理哦 善意的谎言嘛 为了家人 为了孩子 我们都会说好 如果是因为这样的话 是可以被原谅的 我就不会 我这辈子 从来就没有撒过谎 无论是善意的 还是恶意的 给我 给我 等一下我还给我 给我 现在给我 你们弄坏了我的万万筒 不是我干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双脚 小小 小小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务室 快快 双脚你真获奋 走 慢点 慢点 你别怪他们啊 他们都是想帮你出点子的 你有什么困难的话 直接说出来 我们在场的每一个 都可以给你出主意的 你对我们不要遮遮掩掩的 少说话了啊 听听说 你妈妈想说什么 好好好 我想感谢老家 谢谢你直言不讳地 把事情说出来 不管你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我都感谢你了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无法言语的伤痛 但是 我不应该用谎言 来掩盖这个伤痛 我们都是 妈妈圈的好朋友 应该以诚相打 而且 我们的行为 会影响到孩子的性格和未来 昨天晚上 我好好地跟他商量了一下 他也支持我 跟大家坦白 这 这 其实我 我和光明 我女 妈 妈 怎么了 出事了 外花筒被打碎了 杨霜奖发火了 还把潘晓晓推倒在地上 流了好多血 什么 流血了 少少流血了 又流血了 都怎么又惹事了 杨霜奖这孩子 我告诉你 就是不能保送 保送都已经确认了 你还说什么呀 确认了也能干什么 行了行了行了 赶紧去看看 快去看看 走走走 走 小小啊 怎么包了这么大一块纱布啊 小小啊 还好没有伤到脸 疼不疼啊 没事 你说这个杨霜奖 怎么竟干坏事啊 老欺负人 太过分了 跟妈妈诉说 她干嘛要推你啊 就是啊 杨霜奖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为什么每次出事的都是她 不是别人啊 我们把她的弯花筒打碎了 她一生气 才不小心 一个弯花筒 能值几个钱啊 这 这一生那么大的气吗 那是她爸给她的 她爸给她的又怎么样啊 再让她爸买一个好了 她爸爸要不是没了 去 还是爱她 waterfall See you